主宰周炮 這是最快 建築家庭全圍 想知道任何黃水情報 馬上掃描免費諮詢 這個從大門進來 好像有來到皇家御花園的感覺 陸大你講到關鍵字了 為什麼叫皇家式 其實我們這個概念來自於 我們巴洛可的一個外觀 所以說我們在外觀來講的話 是那種 黃苑的一個城堡式的概念 城堡式的概念 所以我們從馬路到我們的一個圍牆的高度 將近三米 所以說有那種皇家的一個氣勢 一進來就有一棵大樹在迎接我們 對啊 其實這棵樹真的來歷不簡單 它本身從日本進口的 在日本來講 它必須斷根三年 三年之後才移植來台灣 而不是馬上種 它在台灣必須要在養殖兩年之後 才移到這個社區來 更何況它的土質是非常講究 是用陽明山的土 用陽明山土的這個土 來種植這棵日本黑松 沒錯 而且這個造型外觀非常的有層次 對 它的層次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整個樹的年齡比我們兩個加起來還蠻多 超過100歲了 超過了 我們這個麗麵它非常的特別 好像是用大量的食材 其實整個我們的基座都是用食材鋪貼 三樓以上是用節能磚 它本身它有自節性 生產的時候不帶靜電 所以下雨的時候會一刷如新 廖經理 我有注意到我們這個社區的中庭 不僅是尺度很開闊 而且這個洞區都很寬廣 沒錯 其實內行人真的是看門道 我們的中庭將近有7米的寬 除了7米寬之外 我們這次的花台 採用降板式的花台設計 它的一個視覺上來講 第一個就比較寬闊 工法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才可以產生這樣的一個 比較不會有壓迫的感覺 而且我有留意到我們這邊的植栽 非常的特別 好像還非常的講究 沒錯老闆非常用心 不只是花了四五十種植栽之外 還有矮棺木跟我們的造型增搏 尤其我們的社區迎賓松 另外一個端井還有一個松下有福 在我們的末端的端井 還有一個陽明山的造型增搏 廖經理我給你請教一下 在這個新竹市區 坐人車分道的社區 其實是相當的罕見 不容易 是不是能夠為我們介紹好 我們玉松園這邊的人車分道的規劃 其實一般就像您剛剛講的 我們人車分道非常罕見之外 第一個 它的土地的整合不容易 我們在整合這塊土地 花了四年的時間 才可以造就出這種大氣的一個社區 那因為也利用整個地形的高地差 所以可靠地開發地下室 讓小孩子或老人家 在中庭花園散步休憩的時候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不管從居住的尺度 舒適性還有安全性 我們玉松園真的是 新竹市最好的別墅社區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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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